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这个河牧村 现在的话,在七车站对面,我们找地方吃饭去 刚好看到一家天河快散的过来这边吃点东西 吃完东西再逛 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 我们抵达了一个河牧村 这个河牧村的话,现在也是 昨天没有开通吧 今天的话来这边的人还是比较少 但是离开这个景区的人比较多 因为也是刚好中午时间了 我们来到了就是七车站对面 一家叫做河牧天河快散的一个餐店去点餐 这的话,精组类的话,也就是比较多 像比方说炒菜,还有拌面,炒面,还有各种汤类的比较多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边的素菜 素菜的话价格是25到40块钱不等 就如果纯素菜的话,可能是25到30 如果配有鸡蛋炒的话,可能就是45块钱左右 像拌面之类的话,大概价格是大概35到45不等 另外这边还有什么烤蒜呢 烤蒜价格是6块钱一刷 这个比,好像假东西要便宜一点啊 还有盖胶饭啊,都是反正是在45块钱左右 我觉得还可以吧 大概等了三五分钟,我们的菜已经上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木耳桃鸡蛋,这个价的话是45块钱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分量 其实性价比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这个油麦菜,油麦菜的话是25块钱 其实我觉得呢,广东好像这个炒一炒油麦菜 估计也要近20块钱了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分量都挺多的 可能说也是这个酸价炒的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包括这个羊羊串 这羊羊串好像是6块还是8块钱一个 也是肥瘦都有,可以尝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羊羊串,是6块钱一份 其实在很多一些像城市啊,餐厅里面的话 估计上次我吃的也是五块钱 就隔这个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个麦列块钱的话,其实不算贵的 而且它这个的话也是肥肉肥肉相间啊 就是有一块瘦肉,有一块肥肉 可以吃两个一起来吃啊 而且刚才我吃这个羊羊串啊,真的是 它烤得特别熟啊 就是不会很松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甜形也刚刚好 我比较喜欢,蛮喜欢这个的 太香了,而且完全没有伤味 所以吃这种牛羊肉啊,还是一定要去大西北吃 这个是他们那个木耳炒鸡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木耳的分量真的相当足的 其实在国内这种木耳炒鸡还挺贵的 再来两串烤肉吧,我觉得还蛮好贵的 像这边的话吃饭人俊就五十块钱左右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来这种和睦的话也不需要带特别干练啊 就是如果人的的话可以在这边去点餐吃饭 人手的话你可以尽量一份牛肉面呢 或者拌面这个也就三十多块钱 这个时间 这周条约是八分钟就八分钟 是